昨天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正在横电热拍的电视剧《古剑奇谈》剧组 杨幂 李一峰 阿娇 马天宇 乔振宇等主演 正在拍摄一场群戏 而在戏里试验情侣的杨幂和李一峰 莫提实在欠佳 台上不来电 就连台下杨幂也是各种不给李一峰面子 杨幂不给李一峰面子之 杨幂居于李一峰摆pose拍照 在记者拍照环节 已经吐了好几口鲜血的李一峰被要求和杨幂摆pose拍照 结果李一峰真正配合杨幂却无动于衷 真是热恋 剁了冷屁股 难道是因为杨幂嫌李一峰的鲜血太吓人了吗 杨幂 李一峰互相不给面子之 李一峰抱怨杨幂毒蛇 在遭杨幂拒绝合影之后 李一峰很快就反咬一口 立马在媒体面前大吐苦水称 杨幂不舍 他很说话很平嘛 叫什么 那个应该是很毒 举个例子吗 举个例子 我记得比如说我有一次 之前我们拍很热嘛 天气很热 然后我就自己说了说 好热啊 好想回房间吹个空调 秘姐这个时候就不好意思就被她听到了 她就抓住了这句话 你觉得热你就不要来拍啊 你就回去呗 对 类似于这样的 那么记仇 肯定记得 那杨幂有什么要反驳的吗 没有 她说对 大吐哭水还不算 就连记者问杨幂是否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李一峰也要变着法的逃避问题 杨幂李一峰互相不给面子之 杨幂否认被李一峰电到 两个人一来一回不给面子 实际浑人蟹数让对方下不了台 当记者再问杨幂是否被李一峰电到这样的话题时 杨幂依然将不给面子进行到底 杨幂有没有被李一峰电到 她的心早有所处 没电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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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幂和李一峰拍戏的默契一般 不过掐起来倒是心有灵心 做不了最默契的搭档 就做最来电的对手吧 这次酒陪横电报道 那次酒陪横电报道